土豆焖肉是冬天里很棒的下饭家常菜 学过之后你会觉得这样太简单太好做了吧 很简单的食材就能烹饪出美味来 首先准备两个土豆 有的地方可能叫马铃薯 随便切一下 像这样有两个手指宽的大小就可以 切好后装到盆中用清水泡一下 然后丢入煮锅中先煮熟 接下来开始切大肉 用里肌肉或是瘦一点的肉都可以 切大块拇指大小就可以 这样炖煮出来的肉脆爽有嚼劲 左味的食材也很简单 姜块横着切改刀成大的姜末 不爱吃姜的可以在后面加出来 干辣椒或是小米椒切成两段就可以 接下来炒个糖色 锅里面倒入植物油 丢入20克的冰糖 白砂糖也可以 一定要小火 用勺子慢慢不停的搅动 慢慢的糖块会化开 颜色也会变得焦黄 颜色一定不能太深了 深了会发苦的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下入肉块翻炒 让糖色和肉块融入到一起 这个时候也是小火 等肉块都变色了 推到一边 丢入姜片翻炒出香味 这时候肉的油脂和水分都会流出来 接着兑上一勺的酱油翻炒 然后兑入半勺的料酒翻炒几下 丢入一个桂皮来增加它的香味 接着翻炒 再兑上一勺食盐增加主味 炒猪肉要兑上胡椒粉 这样肉味会更香 还能增加辛辣质气 这个时候把辣椒兑上 接着把煮好的土豆连带煮的水一起倒入锅中 大火煮沸 煮沸后开小火 盖上锅盖 炖煮20分钟 20分钟到了 打开锅盖 然后用勺子把土豆块切开 这样土豆泥就能更好地融入汤汁中 让汤汁粘稠 在大火微微地收汁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看着味美的汤汁 沙沙的土豆 催烂的肉块 搭配白白的米饭 一顿饱饱美餐 就这样完成了 喜欢豆豆的视频 请关注收藏一下 说不定哪一道美食 就能帮到您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呢